Java201解連例方程式 這是第二類第一題 題目的話,第一個就是要完成這個.java檔案 裡面的話就是要解連例方程式 程式正常執行情 設計一個程式,可以讓使用者在命令列中輸入一個數字z 根據這個z 根據此一數字,求出連例方程式最佳的解答 這個地方的話 程式執行後會顯示 訊息 提示使用者輸入z的最大值 這個方程式裡面必須要符合 這個公式 3x 特別注意,這裡我記得是3x 這個2看起來好像3乘以2,實際上不是 他這個地方應該是 3x 2 應該是這樣子 加上2x 加1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不太 仔細看的話呢 會認為是 3乘以2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 是3x的2次方 使用者輸入z的最大值 這個地方 為589 那也就是說呢 當x等於13的時候 y等於534 這個公式呢 代出來 如果假設說今天 x是13的時候 y的話是534 那 y 必須小於z的 最大值 589 所以最大 最好的解的話就是這個 這兩個 所以 最佳 那這邊的話當然就是說 y必須是小於z的狀態底下 最後結果 秀出來就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輸入一個詞給他 他自動會幫我們判斷 符合這個連立方程式 這個最佳的詞 把它秀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 第一個當然也是一樣 我們要讓使用者先 輸入一個詞 那這個詞 就是這個z的最大值 那也就是說利用這個scanner 前面講過蠻多 NAS IN 就讀進來的話 就是一個z的詞 那自己的詞 必須符合這個條件 也就是說讓他自己去 去loop loop 那loop的話呢 就是讓 x++ 那x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先宣告三個 先三個變數 這三個變數分別為 xyz 那預設值我們都給他0 預設值都給他0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去度 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呢 我們就給這個條件 那我剛剛講過這3 x平方 那3x平方的話呢 就是x乘x 就是平方的意思 那在2乘以 2x就是2乘以x 最後加e 會回傳一個值給y 那這個y 我們再去做比對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個連例方程式呢 我們必須 採用的是 所謂的後側回圈 也就是說呢 先讓他去 產生一個值 產生一個值之後呢 再去做判斷 判斷 如果當這個條件 y 小於z的時候呢 再繼續跑回圈 再繼續 那如果當y呢 他已經大於 z的時候呢 就跳開這個回圈 跳開回圈 那跳開回圈之後呢 我們再去做一些 這個其他的判斷 我們再去看 x++我是建議擺在上面 不然的話 等於是說他的 條件成立之後 如果我把它擺在 下面 擺在下面的話呢 那 如果這個地方 建議是把這個x++ 把它擺在上面 因為為什麼 你條件成立之後 再加加就變成 他又多加1 所以原來程式要-2 就是因為他多加了1 建議是把它擺在上面 因為擺在上面 先加1 那一進來預設就是1 先從1開始判斷 那從1開始判斷 判斷到最後呢 他一定會有一個條件說 當 y大於z 可是我們今天 不是 我們條件其實不是要 y要 大於z 而是說 剛好y要 小於z 但是最接近的 所以呢我們最後必須還要再怎麼樣呢 回 回過頭 回過頭就是x再把它剪掉1 剪掉1之後呢輸出的結果 就是當x等於 這個條件的前一個 條件成立的時候呢跳出 那最後就把結果秀出去 那秀出去的話呢 這個地方 秀出去的話呢 秀出去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把 當x為什麼 這個值 就是剪掉 等於是說這個回圈的前一個 然後呢就把這個條件呢 再把它輸出出去 那就會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這裡的話 我把 條件 仔細一次 比如說 範例裡面要 589 Enter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結果就會當 x為13的時候呢 y等於多少呢 534 534 然後呢符合 這邊好像掃一個z 所以逗點 最後自己再把它加一個 z 等於589 符合 y 這個小於 z的條件 最後把它秀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呢 我怎麼知道這個回圈跑的方式 我大概 用 除錯模式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在這邊設中段點好了 程式一樣 我輸入 589 Enter 那 在這邊設中段點 現在x是0 所以加加之後它當然就變成1 現在就加加之後就變1 1之後的話呢 我就進到這個 這個公式跑完之後呢 會回傳一個值 當x 等於1的時候呢 y等於6 那在 那當然這個條件 成立 所以又回到回圈裡面去 所以這邊的話呢 while的回圈這個地方就再跑回去 去度 繼續往前 再來一樣 當 x等於2的時候呢 那y等於多少呢 y等於17 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就是大家跑 總共這個時候呢 大概跑到 x等於11 11的話呢 接近了 當12的時候呢 當x等於12的時候呢 那y等於47 457 已經很接近了 再一次 再一次 當x等於13的時候呢 那 y等於534 離589很接近的 再來我們 再跑一次 再跑一次呢 最後呢 當x等於14的時候呢 y等於617 所以呢 它已經 大於 這個z z是589 所以這個條件已經 不成立 等於force的時候跳開 那跳開當然我們往前 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減掉1之後就是13 再把結果呢 再把它秀出去 那秀出去的話呢 就 這樣的話就可以看到結果 把畫面呢還給各位一下 好